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网勇观天下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 为什么说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将是一场应战 中美大竞争不可避免 中国一定赢 3月18号、19号 中美首次高层对话将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安克雷奇市举行 中美两国对话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中美关系的走向 关系到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和平与发展 全世界对于两国的最高外交观 寄予很大的希望 同时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 也负有特殊的责任 首先来看 为什么说中美高层阿拉斯加对话 必然是一场硬仗 首先 由于两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美差距缩小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警惕 与对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决心 在大大的提升 同时我们要看到 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处在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超过百年 同时它沿袭了冷战时期 与经济全球化高峰时期所积累的庞大战略支撑 包括美国对于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掌控 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安保体系的存在 美国仍然处于相对优势的实力地位 第二 会谈前美国摆出强硬的姿态 要求中国在具体问题上让步 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国会的发言中声称 尽管举行高层会谈 但是并没有后续的安排 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会恢复过去的战略 与经济对话的机制 美国要看到这次对话的效果 很明显 拜登政府企图以是否建立对话的机制 缓和对中国的竞争压力相威胁 要求中方在这次对话中明确做出具体的承诺与让步 第三 为了让中国让步 美国在对话之前采取了一系列对话的强硬措施 在台湾问题上 包括美国军舰在拜登上台之后 三次穿越台湾海峡 加强提升与台湾当局的实质性联系 许诺邀请台湾方面参加今年年底 美国主办的国际民主峰会 支持台湾方面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承诺开展美国与台湾的双边经贸协议的谈判 帮助台湾维护现存的邦交国关系等等 美国军方叫嚣要更大规模的提高美国的军费投入 继续维持对中国绝对的军事优势 特别是海军的优势 防止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统一的行动 或建立在南中国海的霸权地位 在新疆问题上 国务卿布林肯继承特朗普政府 对新疆存在所谓的种族清洗的认定 不顾美国国务院法务部门 对此定性存在不同的意见 美国国会试图以所谓的强制劳动的存在 通过决议限制新疆的出口 限制美国与相关的国际企业在新疆的投资 在对华高科技限制方面 拜登政府出台了对华为中心 对中国科技企业更多的限制措施 在对待5G问题上 拜登政府不仅没有放松 反而进一步的加码 对华为中心5G设备 获得海外零部件的限制 同时扩大对中国其他企业的限制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有电讯能源企业 也被迫从美国退市 这是拜登政府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 对中国施加的更多的限制措施 第四 美国在会谈之前继续拉拢盟国 展开系列的对话的行动 拉帮结伙 壮大自己的身世 美国在中美对话之前 召开了首次的四方会谈峰会会议 由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参加的视频会议 发表了联合声明 四国宣布将在稀土 疫苗等方面的合作 很明显 拜登政府企图延续特朗普政府 以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 最终建立包围遏制中国的亚太版北约计划 在四方会谈之后 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丁 访问日本韩国 展开所谓的二加二的外交 与防长的双边对话会 巩固美国与东北亚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 面对拜登政府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中国表明态度 中美合者两立斗者两伤 中国方面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正确看待 中国的和平发展 希望中美能够开展基于规则的公平良性的竞争 不搞零和游戏的竞争 在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中国将寸步不让 坚决斗争划出红线 即表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 同时展示维护国家主权的实力 第二我们来看一看 中国将在未来的中美大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 我认为当前中美之间的大竞争已经展开 这场竞争不是中国想要的 但是难以避免 中国将逐渐在竞争中出于上风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 实力基础与政治基础决定的 第一 中国发展壮大的目标是发展自己 是和平发展 而不是寻求世界霸权 中国发展壮大的目的 不是寻求取代美国 建立所谓的世界霸权 中国的发展 首先是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质与精神的水平 中国将继续聚焦于自身的发展 第二 在对外政策上 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 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念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比美国等推行的 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与霸权体系 更能够受到广大发展的国家的认同 必将受到更多的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的认同 第三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坚定 实力强大 更有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 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 多数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 对此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 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 最大的贸易国家的地位 最大的内销市场的支持 更有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决心和手段 是美国根本无法相比的 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竞争的手段 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 第四 中国有维护主权的原则坚定性 与外交手段的灵活性的相互结合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 中国可以与美国展开合作 达到双赢的目的 比如说在气候变化问题 公共卫生问题 经贸问题等等 中美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 达成妥协与合作 最后我们展望一下 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的前景 我认为中美存在达成稳定关系 开展一定程度的务实合作的可能性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处在十字路口 中美关系能够稳定 能够找到务实合作的领域 对于中美两国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美两国作为大国 应该有责任来稳定彼此的关系 这关系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拜登政府应该跟特朗普政府不一样 拜登政府既要和中国坚决的竞争 力争保住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 保护美国的霸权 但又会比特朗普政府相对的理性 同时其政策的支持基础也不相同 尽管两国竞争加剧 但是中美之间共同利益仍然很多 稳定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因此我认为双方的外交团队 在两国领导人的指引下 有可能形成某种稳定关系的共识 因此我对元首会晤 以及建立一定的对话机制 开展一定程度的务实合作等方面 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这是因为如果双方缺乏诚意 且都不愿意求同纯意 那么就没有必要安排最高 外交层级的战略对话了 双方应该也是有预期的通过对话 恢复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信任 实现元首会晤 但是由于中美实力地位 发生了较大变化 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两个对手之间的实力越来越接近 这种情况既危险 也可能增加了对手之间对话 稳定关系的紧迫性 中国方面多次表明 中美的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所谓的合者两利斗者两张 中美之间既然已经形成了竞争的关系 那么双方要尽可能保证竞争的良性 要建立一定的规则之上 这个规则实际上就是联合国的宪章 包括WTO在内的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则 双方不应该强加自己的标准 如果有这样的基本共识 我觉得中美关系还会往前走 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进行对话 找到务实合作的领域 今天跟朋友们交流的话题是 中美阿拉斯加高层会晤注定是一场硬仗 中美之间的大竞争已经展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会逐渐的占据上风 中国一定赢 我是王勇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会